全文故事 就会越来越漂亮 一我叫玛丽珍 是一名女演员 今天是我出演女一号的新剧 夜光流火 开机的日子 钢田冲过的脸 还有些僵硬 我只能勉勉强强 扯起一抹难看的笑容 上完三炷香 对着镜头灿然一笑 哎 好 对对 小珍啊 就是这个表情 随即 我又对着镜头 摆出几个凸显身材的姿势 我的眼睛上 刚刚拿了个大大的 欧式双眼皮 wink起来 还不是特别自然 导演 这样可以吧 看着王哥 拍了许多视频和照片了 我才问 王哥乐呵呵的 必须可以啊 有你在 咱们这个剧必须火 开机一试 还没结束多久 隔壁一阵喧哗声音 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有一群人 正朝着 我们剧组走来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女演员 正和身边的男演员 亲密地晚在一起 因为近视的缘故 我们一起本来就肿得不行的眼睛 但还是看不清他们的长相 旁边的小助理 惊讶出声 天啊 那不是最近 那个大制作仙侠剧 醉宇轩剧组吗 我醋了醋没 觉得有点耳熟 醉宇轩 对啊 对啊 就是丁雨昕和郑青主演的那部仙侠剧 前几天才官宣呢 没想到就在我们隔壁开机 听到这两个熟悉的名字 我愣了两秒 丁雨昕和郑青 都是我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 他们俩都是当下正热的顶流 也是大家眼中的国民CP 在我愣神之际 丁雨昕已经挽着郑青 走到了我的身前 她下巴微微抬起 一副得意的模样看着我 她的眼神 从我的头顶到脚上 上上下下扫射了个遍 随即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不是 玛丽珍 你怎么变这样了 差点没认出来呢 你不会是因为大学时候 就长得没我漂亮 自卑去整容 结果还整容失败了吧 我抿了抿嘴 脸颊上填充的苹果鸡 也随之动了动 不过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丁雨昕旁边的那个男的 又开口了 郑青揽着丁雨昕的腰 说话时 油腻的气泡音 听得我都想吐 宝贝 咱不跟这女的浪费口舌了 我们过来是有事情 要通知一下你们这个剧组 你们开机的这块场地呢 我们开拍之后 要用 麻烦你们赶紧收拾收拾走啊 我旁边的小助理有些愤闷 这怎么行呢 我们本来就是小成本网剧 今天的戏份 就是在这里拍 况且 我们这个场地 只拍这一天就好了 你们这么大制作的剧 今天恐怕还拍不到这场地吧 我们根本妨碍 不到你们 丁雨昕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你也知道我们是大制作电视剧啊 那你们拍这小网剧 跟我们用同一块地方 不就等于路透了吗 到时候剧的损失 你们赔不赔 怎么还有这种歪理 你 小助理还想说什么话 就被我拦了下来 我沉声道 你们既然 想让我们今天赶紧走 那就和导演谈吧 跟我们说 有什么用 我们又不说了算 行啊 丁雨昕满不在乎地 看了我一眼 带着浩浩荡荡的人 就又朝着 我们剧组导演 那个方向去了 小助理在我身边 很是气愤地开口 没想到国民CP私底下 既然是这样 真是气死我了 珍珍姐 你别灰心 别听丁雨昕胡说八道 我没搭话 往丁雨昕那边看去 就见王导正对他俩点头哈腰 不停地道歉 走吧 看来我们得换地方拍摄了 小助理咬牙切齿 真可恶啊 本来还挺喜欢丁雨昕的 现在脱粉了 转黑 听小助理这番话 我又忍不住笑了笑 思绪也一下飘回了几年前 二我跟郑青 是在高中时期就认识的 上高中的时候 高二班主任要求大家分班后 若有参加一考的 要及时说明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一直都是电影学院的表演专业 自然也如实上报 给了班主任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同班同学开始对我校园霸凌 当时我有些微胖 一米六五的个子 体重将近一百三十斤 长相也十分普通 同班报考声乐的艺术生 经常会把我拽到厕所去 出颜挖苦我 并且对我实施霸凌 你长得这么丑 还肥得像头猪一样 学表演以后 专门去演猪吗 上舞蹈体型课的时候 只因那个是音乐艺术生的女生 长得漂亮 在学校里 十分受人吹捧 舞蹈课的同学们 也会效仿她欺辱我 他们将我的舞蹈服 故意剪烂 在我的舞蹈里放涂钉 在上课的时候 大声嘲笑我的体重 那天 已经数不清 是第几次被她按着头 在厕所的水池里了 熟悉的窒息感 扑面而来的时候 我已经像一只死鱼一般 任人宰割 在我不断陷入自我怀疑 容貌焦虑的死循环里 我甚至都忘记了要挣扎 而这个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呵斥声 你们在干什么 我抬头 就看见郑青站在门口 面容严肃地朝着这边看过来 湿漉漉的头发 贴在我的面皮上 我像大猩猩一般 被越来越多 看热闹的同学围观着 巨大的羞耻之感 蔓延到了我的全身 郑青全然不顾及 自己进到了女厕所这件事 过来拉着我的手 就往外跑 回到教室以后 她将自己的外套 劈到了我的头上 当我擦擦头发 后来 虽然还在被继续霸凌 但我不再自暴自弃 我认真减肥 总算在一考的时候 瘦到了不到一百斤 我跟她都考上了 电影学院的表演戏 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后 我同她表白 我们就这样理所当然地 在一起了 上了大学之后 我们又是在同一个班级 按理说 应该感情很稳定才对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就发生了变化 丁雨昕是我大学的社友 她长得很漂亮 大家有时候 都称呼她是小古丽娜诈 她也是首都本地人 家境虽不是什么富豪 但也非常英识 同时 她也是我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 郑青和丁雨昕 是什么时候背着我勾搭上的我 并不清楚 只是每次我和郑青出去约会 她都会求我带她一起去 久而久之 郑青看着丁雨昕的眼神里 也多了些不清不楚的情绪 后来 在社友的提醒下 我撞见了他们二人 在学校小树林里亲吻 看到我之后 郑青的脸色有些难看 不过还是树林更多一些 玛丽珍 你也应该清楚 人都是会喜欢更好的 论相貌和家事 星星不知道比你强了多少倍 我们好聚好散吧 我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转身离开了 莫大的屈辱和不甘 涌入我的心里 但我只能默默忍受 毕业后 因为丁雨昕的姑姑 是某个经纪公司的王牌经纪人 所以他们俩 直接就被迁进了那家公司 他们的资源并不差 很快就成了大家口中的国民CP 一段感人肺腑青梅竹马的故事 传遍了大街小巷 而我 自毕业以后 因为相貌平平 一直在不同的剧组里跑龙套 我又开始陷入自我怀疑 何比高中时期 更加严重的容貌焦虑里 不断内好 可是有一天 一道机械的声音 传进了我耳朵里 恭喜宿主 成功绑定 越火就越美系统 只要你越来越火 你的美貌值 就会一直上升哦 三我火了 我的那段开机视频 被导演还有剧组的其他人员 都发在了各大新媒体平台上 配文是 我们夜光流火剧组的女一号 大家多多支持 视频里的我 顶着一张 可以说是 有些扭曲的整容脸 正对着镜头微笑 熬着各种姿势 还加了一个不太熟练的wink 没过多久 导演发的那条视频 竟是直接有了四百万的点赞量 网友们的评论 甚至比点赞量还高 啊 女一号 我觉得我可以原地出道了 大家觉得吗 自拍点JPG 不是我说 他这张脸怎么跟发面馒头一样 好家伙 点赞量四百多万 转发量一千多万 大家都喜欢私下里偷偷讨论是吧 大家都别说了 不许你们这么说我的女神 更有甚者 直接扒出了我之前第一部 处女做小网剧的一些片段 那是一部很短 同时也很狗血的小网剧 剧里我是恶毒女二 为了和男二在一起 盗取了男一公司的机密 我和男二 还有一段堪称过家家的潦草床戏 那个女一 凭什么抢了我们真真姐的女一位置 大胆 居然有人让我们真真姐 沦为女二号 咱们真真姐 要颜值有身材 要演技 也有身材 啊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都来欣赏 我们真真的盛世美颜 因为整容后的面部僵硬 导致我演戏的时候 面上的表情十分不自然 演出来 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脑内不断传来机械的声音 恭喜宿主 美貌值加15 恭喜宿主 美貌值加20 当美貌值加到100时 宿主就会成为 惊为天然的大美女 系统也会自动消失 属然间 我感觉我的面皮都舒展开来了 本来因为整容一直紧绷着的脸 线下舒服多了 我来到镜子前 就看自己整张脸看着 果然都舒服了不少 虽然还是一副明显的整容脸 但是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夸张了 原本肿的像发面 馒头的脸 现在也平整了许多 我满意地笑了笑 随后赶忙掏出手机 趁热打铁地 发布了一条短视频 故意把镜头里的自己 辟成舌精的模样 眼睛大得像外星人 刚发出去 我的后台就差点瘫痪 发了才一分钟 居然已经快有一万人点赞了 今天是拍摄的第二天 我也没太多时间 闲着看手机 因为昨天被罪雨轩剧组赶走 我们剧组脱家带口地 搬去了别的场地 不过离他们也不算太远 在化妆老师帮我补妆 等待下一个镜头开拍的间隙 小助理兴高采烈地 跑到了我的身边 珍珍姐 你在网上大火了一把 不过 你不要理会大家的评论 黑红也是红呀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说完 她的视线便聚焦在我脸上 看了好半声 有些狐疑 珍珍姐 是我的错觉吗 怎么感觉 你便好看了好多 是吗 我正打哈哈 想转移别的话题 却被突然地 一声叫喊打断了 玛丽珍 听说你火了 来人又是丁雨昕 此时 她还画着他们剧组精致的妆容 我有些无语地看着她 你很闲吗 怎么有事没事 多往我们剧组这边跑 她的眼底闪过一丝嫉妒 火了就开始摆架子了 不过你火了又有什么用呢 也就是大家的笑柄而已 听说他们在网上都管你叫什么 叫蛇精士吧 丁雨昕笑得很浮夸 旁边的小助理有些看不下去 雨昕姐 我们就是一个成本很低的小网剧 肯定是跟你们大制作大成本的仙侠剧没法比 要不您还是回去吧 丁雨昕没搭理小助理的话 只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刚刚我的动作替身不小心扭到腰了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 玛丽珍 给你的机会来做我替身 我皱了皱眉 小助理抢线一步开口 那怎么行 珍珍姐好歹是我们的女一号 她还有很多戏份 怎么可能去给你当动作替身 小助理话音刚落 导演就匆匆刚来 额头上冷汗沉沉 对着丁雨昕点头哈腰 雨昕姐 你好你好 是什么事让你大驾光临 哦 丁雨昕瞥了导演一眼 是这样的王导 我们那剧组现在缺个动作替身 特意管你们剧组要一下玛丽珍 我觉得她太合适了 王导愣了愣 啊 可是丽珍是我们的女一号 她等会 还有很多戏份没拍呢 丁雨昕眉头促起 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丁雨昕现在在国内流量 热度很高 被大家称为 九五后四小花旦之一 而且还被人扒出来 是首都本地人 后来逐渐传承了金圈格格 家庭背景是个未知数 王导这种拍小网剧的小导演 自然是不敢得罪她 于是她立马道 可以压雨昕 丽珍不管给你当多久的动作 替身都没事 去吧去吧 说吧 她还将我往丁雨昕那边推了推 那走吧 丁雨昕面上露出一副得逞的笑意 似我换上了丁雨昕在戏里的衣服 替她吊上了威亚 拍着高难度的动作 我在上面 泪得嘴唇发白 汗水沉沉 转而却见丁雨昕和郑青两个人 在下面吹着电风扇 吃着西瓜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 就要流进我的眼睛里 而我的眼睛 因为双眼皮没有回复完全 如果任由这不管 那伤口一定会发炎的 于是我同导演说明原由 导演也同意 先将我放下来擦擦汗 不过我脚刚着地 甚至还没来得及擦汗 丁雨昕便又叫薇亚老师 重新将我吊了上去 猝不及防 又一下将我掉到半空中 使得我的腰带长太多 一下子疼痛不已 甚至都无法直起身 丁雨昕同为女演员 肯定也上过薇亚 不可能不知道 这么做会导致的后果 我有些生气 我还没擦汗呢 先把我放下去 干什么啊 现在把你放下来 就是耽误我们的拍摄进度 你这场戏不拍完 我接下来的戏都不好拍呢 我今天还有好多场戏 她又有些羞涩地看向郑青 和阿青也有一场吻戏 腰间传来的顿痛时 我直不起腰来 额间又密出细细的冷汗 与原来的汗交叠在一块 不断流进我的眼睛里 我甚至能感觉到 眼睛上传来的肿痛 看来双眼皮伤口 肯定又发炎了 丁雨昕依旧在下面 不依不挠的 快点啊 马力真 我好心好意 让你来我们剧组当替身 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听说你以前跑了很多龙套 我这个替身 起码还能让你露个背影 那些龙套行吗 别无他法 我只能在半空中 扶着腰还了还后 拿袖子擦了擦眼睛 便重新将丁雨昕其中的动作 赶忙做完 终于得到了片刻的休息 我有些痛苦地 跪在地上趴了好一会儿 才感觉到 自己的腰逐渐没那么痛 可是没过一会儿 又是将我掉了上去 我有些不解 还有别的动作吗 他们二人吃着西瓜 看着我已经红肿的双眼 丁雨昕的语气中 更是满满的幸灾乐祸 玛丽贞 我下一场戏也是动作戏 要不你也替我拍了吧 我看着丁雨昕的脸 心底俨然咬牙切齿 不过面上 还是一副心甘情愿的模样 好啊 丁雨昕西瓜吃完了 现在开始喝柠檬水了 我被吊在半空中 问跟着我的小助理 要了一杯矿泉水 直接就在空中喝掉了半瓶 丁雨昕看了看我 挑挑没 这么累啊 喝这么多水 你也不怕一下子被枪死 她话还没说完 立马就笑不出来了 只因我将喝进去的所有水 都没有咽下毒 而是直接朝着丁雨昕的方向 来了个前空翻 随即表演了一个道理 把所有的水 都涂在了她和郑青的脸上 这突如其来的一下 直接把丁雨昕给整猛了 反应过来后 她的脸色难看得一些可怕 看着我直接开始尖叫起来 啊 玛丽真你这个贱人 我眨了眨眼 对不起 姐 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给你表演一个龙土水而已 不过我道歉 也没什么用 这个剧组立马就把我炒鱿鱼了 还客扣了我 这段时间的工资 只因为我加大了他们化妆老师的工作量 说没让我赔钱就不错了 我走的时候 他面露憎恶地威胁我 你等着 我要曝光你 看我的粉丝会不会骂死你 我呕了一声 他更生气了 伍丁雨昕果然没有食言 等我拍摄完原本剧组一天的戏份之后 回了家 刚打开手机 就看见自己的名字 出现在了微博热搜第一条 我一下子变成了 猿人在房间里兴奋地上蹿下跳 事情的起因是 有个营销号放出了一个片段 就是我在丁雨昕的剧组里 吊着薇娅 喷她一脸水的片段 当时现场有很多摄像机正录制着花絮 能拍到并不奇怪 丁雨昕转发了这条微博 配文是 大家不用担心我 有点小感冒 本来只是看力真在隔壁演个小网剧 赚的不多 所以 介绍来我们剧组扮演一下我的替身 没想到她会做出这种举动 但我相信她不是有意的 好家伙 这一番话说的可谓是黑白颠倒 是非不分 底下丁雨昕粉丝的评论更是不堪入目 这傻逼怎么敢的 拖我们家一脸水滚出来道歉吧 一看就故意的 我们星星宝贝还感冒了 这个哪儿冒出来的蛇精 真恶心 真该死啊 我们星星宝贝 真的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 呜呜 还好心给别人介绍工作 只是有些人 自己不中用罢了 这长得这么丑的整容女 能不能滚出娱乐圈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谩骂我 广场上有些路人 也在激烈地讨论着 笑死我了 没人觉得 玛丽珍这段 真的很好笑吗 玛丽珍舞蹈功底不错呀 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都信手拈来 我真的很想问问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 我怎么越看玛丽珍越顺眼 上面的 我也是 真的怀疑玛丽珍偷偷变漂亮了 但是玛丽珍的眼睛怎么肿啊 我看着这些评论 嘴角都快给到了后脑勺 真的很感谢丁雨昕 一下子给我蹭到了的大的 你是我唯一的姐 我听着脑子里不断涌入的系统声音 只觉浑身通畅 舒适不已 恭喜宿主 美貌值加15 恭喜宿主 美貌值加25 就这两天 美貌值竟是直接已经加到了75 只差最后25美貌值 就要加满了 我来到镜子前面 整个人都仿佛焕然新生了一般 原本还有些夸张的双眼皮 一下子变得十分深邃 皮肤也白皙细腻了许多 一张红润的樱桃小嘴 我自己看了都想清 管他什么鼓励那扎分扎 我现在岂不是迪丽热八本吧 六那部低成本小网剧 就拍了一个星期就拍完了 拍完之际 全剧组看我的眼神 都变得有些怪怪的 只因为 我跟第一天开机时候的模样 显然大不相同 跟丁雨昕那次闹出来的风波 我并没有出面澄清 大家也就讨论了个两三天 就差不多结束了 虽然是被黑红 但是还是有许多导演 看中了我当下的流量 涌上来 找我去拍正经的写 我一连接了几部 人设比较喜欢的 因为脸并不再像之前那样僵硬 接下来的戏 我自然要把上大学时候 学到的本事都拿出来 好好磨练演技 美貌值现在还一直停留在了75 但是仅仅是75 网上就已经是一片哗然 当我最新的开机路透出来后 之前看过我 夜光流火 开机路透的人 都惊诧不已 我靠 这姐什么时候背着我们偷偷变美了 谁懂啊 硬生生把玛丽珍给看顺眼了 再怎么变得好看 也就是整容脸 没人觉得玛丽珍长得越来越像迪丽热巴了 嗯 请问互联网是没有记忆吗 玛丽珍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都忘了 她朝丁宇心土口水呢 这些人都参与过之前的话题 所以 我并没有变得更活 美貌值 就还是一直稳定不变 这段时间 我没在管网上的言论 只一直在沉淀自己磨练演技 在不同的剧组拍戏 不过意外的是 我接到了一档综艺的邀约 小助理跟我说的时候 语气都小心翼翼的 珍珍姐 这档综艺节目是档练宗 其实没什么 但是吧 她偏偏还请了那两个人 不过你放心 虽然公司很想让你去 但我会想办法帮你去拒绝 我打断她 请了哪两个人 小助理欲言又止地看我一眼 才悠悠开了口 就那个 嗨嗨 丁雨昕还有郑青 我两眼发光 直接拍案 接 必须接 小助理有些猛地看着我 啊 这档综艺 我必须去 七 这档综艺叫 温暖的恋爱 邀请我 无非就是为了蹭一波之前 和丁雨昕闹矛盾的那些流量 增加了一些综艺的看点 不过导演组还不知道 我跟丁雨昕 以及郑青的渊源 还远远不止这些 但出乎我预料的是 丁雨昕竟是自己说了出来 在开拍前一天 我们每个嘉宾 都要接受导演组的采访 当丁雨昕被节目组采访提问到 关于节目邀请了我这件事 有没有什么看法的时候 她朝着镜头灿然一笑 当然没有什么看法了 我还有阿清跟珍珍 都是大学同学啊 我们大学的时候 关系可好了 上次那件事情 我相信珍珍也不是故意的 我们关系还是很要好的 这档节目是全程直播 包括采访也是 所以她这话一出 底下的弹幕 无非都是在夸奖她 大度懂事 又可爱善良 而郑青被采访的时候 她却否认了 在大学时期 我们关系好这件事 她说 玛丽珍确实跟我和星星 是大学同学 不过并不是很熟 星星和她好像 是一个宿舍的 所以我们才会认识 她这么一说 底下又多了好多 骂我别蹭热的 当我被节目组采访提问到 关于节目邀请了丁雨昕 和郑青这件事 有没有什么看法的时候 我也对着镜头 黑黑一笑 我说 没什么看法 我想说的 跟他俩都一样 我们确实是 关系十分要好呢 相信大家看节目之后 也会看到 更多关于我们 相处的细节 我说的时候 故意将关系 十分要好这六个字 咬得格外重 观众看我这么说 弹幕一下子 就变得活跃了起来 我去 这姐不会掌握了什么大瓜吧 挺阴阳怪气的 所以能不能鬼远点 看到她就烦 同意 看这个综艺 只为了柯丁雨昕 和郑青的CP 这姐到时候 麻烦别来沾边 服了 你们都看不出来吗 明显的蹭热啊 我采访结束之后 丁雨昕应该也看到了 我采访的内容 我一结束 她就过来威胁我 她抬起下巴 趾高气扬地看着我 我默默将拿起的手机放下 淡淡看着她 玛丽贞 你不会真的想曝光 我们之间那么批大点恩怨吧 你现在是被黑红了一阵 不过 你不会真的觉得自己的粉丝 跟我一样多了吧 我告诉你 你现在那些关注你的粉丝 无非都是看你笑话的 当时我和阿清在一起 确实是没跟你说一声 这么跟你说吧 感情里不被爱的 才是第三者 所以 我并没有插足你们的感情 懂吗 我拼命压制住自己的嘴角 才不至于突然笑出声来 她又道 随你 你想说就说吧 反正我只要澄清 你就看看 谁还会相信你 你猜 大家是会相信一个 初到三年没黑料的女明星 还是会相信你这个浑身都是 黑料的小丑 我 哦 丁雨昕眉毛微微促起 见我满脸不在意 也只得咬牙切齿 你现在装的一副 云淡风轻的样子 我看到时候 你被全网黑还笑不笑的出来 哦 她气得直多久 但也不能怎么样 只能很生气的 转身离开了 八第二天节目 就如约开始了录制 一开始的节目流程 是大家一一做自我介绍 之后就要选择自己的新一嘉宾 只要二人都坚定的选择了对方 就可以开始一天的约会 倘若没有配对成功 那就必须留在这房子里 无聊地度过一天 节目一共有三男三女 还有一个女生 是最近刚开始活起来的甜美女星 另外两个男生 也都是娱乐圈里的老戏骨了 说这个综艺节目没有剧本 肯定是假的 况且还是直播这种形式 节目组给我安排的人 设施郑青的甜狗 虽然对我来说有点恶心 不过按照节目的剧本来说 我一直选郑青郑青 也不会选择我 我也乐得一个人 待在原本的录制地 又落得清净 又久能嘎嘎拿钱 似乎也不错 我出场的时候 因为录制第一天 精心做了装造 再加上现在美貌值 已经有75 我能感觉到 大家的目光 都聚焦在了我身上 我大放得体地露出微笑 对每个人问好 直播的时候 能看到大家评论的弹幕 我瞥了一眼 就见弹幕上 全是褒贬不一的话语 这姐现在是真的美啊 我都快忘记 她当初开机的视频 长啥样了 整容恢复了 也还是整容怪 哪里比得上我们星星 现在我看看 谁还敢说 我们马杰丑 你们没事吧 也没好看到那种程度啊 我跟每个人 都一一打了招呼 丁雨昕看到弹幕上 那些夸我的话 表情有些僵硬 但却还是得跟我 维持着热情的笑容 忽而 我感觉到 有一道灼热的视线 粘在我的身上 我回过头去 就见郑青 正一瞬 不顺地盯着我 眼眸中 还多了些翻涌的情绪 她又在发什么唇 我直接对着她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我去 我没看错吧 玛丽珍对郑青 好像翻了个白眼 白眼姐 我看你们还有谁敢说 玛丽珍性格好的 不是 你们这么不分是非的吗 好像是郑青先 一直盯着玛丽珍看的 你眼睛出问题了吧 郑青怎么可能盯着玛丽珍看啊 郑青和我们星星 一直都是模范情人 别吵了 等回放的时候再看呗 丁雨昕看着上面的弹幕 脸色煞实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她朝着郑青看过去 果然就看见郑青还在盯着我 她实在气不过 只得凑近了郑青坐着 暗中掐了一把她的大腿 郑青疼得呲牙咧嘴 但碍于在录制节目 只一瞬 她就重新整理好了表情 我看着他们 这副模样实在是好笑了 随后便挑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很快就开始了配对环节 我便按着节目组给的剧本照做 把票投给了郑青 这一举动使得弹幕上的观众又开始对我骂骂起来 所以这姐刚刚在高贵什么 对人家翻了白眼 最后却又选了她 玩玉琴故纵那套呢 受不了了 真是恶险 随着越来越多的弹幕涌入进来 我脑中也终于想起了久违的那道机械声音 恭喜宿主 美貌值加五 看来这个节目应该是上热搜了 有更多的人进了直播间来骂我 才使得美貌值又上升了五分 坐在我身边的那个甜美女星 她看着我有些困惑 李珍 是我的错觉吗 怎么感觉 你的脸又变白了一些 我黑黑一笑 道了一句谢谢 配对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弹幕上的大家 全都等着看我的笑话 丁雨昕毫不意外地跟郑青配对成功了 她挽着郑青要离开录制场地的时候 更是得意洋洋地看了我一眼 那副表情好像生怕郑青一下 就被我抢走了似的 我又翻了个白眼 弹幕又一下子刷屏了 还是全部骂我翻白眼 不尊重人的 随着大家越来越热情 系统又在我脑中叮咚响起 恭喜宿主 美貌直家时 我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差点就在录制场地 当众撒泼打滚 直接反祖了 忍耐了很久 才将嘴角的那么笑意 给压了回去 来吧 让小黑子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还有其他唯一一个男明星 没有配对成功 在一开始录制的别墅里 百无聊赖地待着 我便在沙发上躺了一天 第一天舒舒服服地过去 不过丁雨昕回来的时候 脸色并不是太好看 郑青反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有些不明所以 等杰叔录制回家后 看了回放 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他们约会 需要一起去买菜做饭 顺便玩玩游戏完成任务 总体来说 差不多就是一起体验夫妻生活 可不知道为什么 郑青今天一天 都有些心不在焉的 也不是十分配合丁雨昕 好几次丁雨昕主动 与她说话 她都没有搭理 因为这个节目是直播 丁雨昕自然是有些觉得下不来台 更何况 他们还是营销了这么久的国民情侣 不过这些与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临睡前 我特意附了一张面膜 现在美貌值达到90了 皮肤白白嫩嫩 吹弹可破 附面膜的时候 整个人心情都十分愉悦 正在这时 手机里忽然弹出来了一条消息 郑青请求添加 你为好友 我翻了个白眼 直接点了拒绝 久第二天去录制的时候 郑青还是将目光 一直放在了我的身上 我虽心里有些狐疑和不耐 但面上并没有显露出来 很快又到了配对的环节 我按照导演说的 再次选择了郑青 弹幕上骂我的言论 也和昨天如出一辙 不过很快 就发生了一件 令所有人都十分惊诧的事情 在配对环节 郑青居然选择了我 果不其然 弹幕直接就炸了 我去 国民CP踏房了呀 玛丽贞到底对郑青使了什么伎俩 还是说郑青就喜欢这种欲擒故纵的 真的对郑青脱粉了 心疼我心疼我心心姐 郑青的选择结果出来以后 丁雨昕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她有些极恨地看着我 放在裙子上的手指间都用力到微微泛白 我满是不解地看着郑青 按照节目组的剧本 来的话 郑青每日都应该义无反顾地选择丁雨昕 最后 他俩国民CP的名号更加牢固 而我依旧只是小丑 导演组显然也没想到这个结果 可惜现场是直播 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郑青朝我走了过来 韩晴默默地对我伸出了手 恍然间 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高中时期 对我伸手的男孩 不过我很快又反应过来 看着眼前油腻的郑青 我只觉得想吐 于是我直接忽略了他的手 随着指引坐上了节目组的车 前往下一个场地 郑青在我后头愣了一下 最后只能狼狈地匆匆跑来 因为他打乱了我摆烂录节目 直接拿钱的计划 而且还是个出轨的渣男 我自然对他没什么好脸色 郑青一上车就迫不及待到 我昨晚加你了 能通过一下吗 我看他一眼 可以吗 他满怀西迹 我说 你最近过得好吗 他微微一正 随即面露羞涩 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 我没给他说完话的机会 直接说道 你还喜欢吃着锅里的 看着碗里的吗 还喜欢冷包力吗 你最近钱够用吗 需不需要我烧一点给你 弹幕听了我的话 已经彻底疯狂 我去 这姐是不是疯了 说实话 感觉郑青像渣男 他骂得没毛病啊 说烧钱诅咒别人死 也太过分了吧 为什么我觉得 他说这些 好像是跟郑青之间 有些什么故事 郑青听了我的话 脸色一下子就难看得起来 不过他想起 现在是在直播 于是善善道 这么多年不见 你倒是越来越幽默了 蛮有梗的 说的话 我都有些听不懂 我直接拆穿了他 我说的是人话 你听不懂 那就说明 你不是人了 那你是狗了 我QQ农场 正好缺一个开门狗 要不要来上班 他听完我的话 直接气得脸色发青 奈何在直播 他又无法发作 只得硬生生憋着 我这么骂人 没理没据的 自然是在网上 要被狠狠讨论一番 果不其然 等我和郑青 很是尴尬地 录制完一天之后 网络上对我的讨伐声 就逐渐壮大了起来 丁雨昕 估计也是今天被气疯了 他和郑青互相配合 直接在微博上 发了一篇长长的小作文 声讨我是如何在大学时期 勾引他的男友郑青 又是花钱买了大学时期的 同班同学做人证 一下子颠倒黑白 倒是显得有理有据了起来 随着我被骂得越来越热烈 网上对我的谩骂声 简直不堪入耳 关于我的词条 直接冲上热搜第一 后面加了个报字 而我的脑中 终于出现了那道悦耳的声音 恭喜宿主 美貌值加十 美貌值已满一百 系统即将消失 时听完这句话 我直接将之前上大学时候 整理的所有郑青出轨 丁雨昕的聊天记录 以及照片 还有开房记录 甩到了我的微博上 这等证据甩出去 有一部分网友相信 不过丁雨昕和郑青的粉丝 还是不太相信 毕竟我俩都有各自的认证 而且这些截图可以屁 不过紧接着 我又甩出了一份录音 和一段视频 录音是上次采访的时候 丁雨昕过来警告 我不要将时时抖出去 一番不被爱的 才是第三者这说辞 直接震碎全场粉丝的三观 视频是之前丁雨昕 多次来我的剧组捣乱 故意侮辱我 还有让我去当她的动作提升 这些都被热心群众 还有我的小助理 偷偷录了下来 这两份证据发出去 大家便纷纷倒戈 毕竟图片能屁 这么清晰的录音和视频 能屁吗 瞬间 网络上所有人都在纷纷 为我说话 丁雨昕和郑青 一夜脱粉无数 丁雨昕之三当三的话题 在热搜榜上 待了足足三天都没撤下来 因为影响太大 他们俩被列为了 劣迹艺人 且丁雨昕家里 那微不足道的 经纪人姑姑人脉 也根本帮不了她 他俩也算是 社会性死亡了 一瞬间就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里 丁雨昕的微信 我一直留着眉山 我发信息给她 丁雨昕 听说你火了 不过 你火了又有什么用呢 也就是大家的笑柄而已 呃 不对 你甚至连笑柄都算不上吧 直接被拳王给封杀了 听说他们在网上 都管你叫什么 叫 知三当三的小三是吧 哈哈 他一直没回复 于是我又发了个 给他 结果只出现了红色感叹号 我把手机扔到一旁 躺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 真爽啊 十一一位不俗的演技 以及现在堪比完美的长相 我很快就在电视剧 以及电影双开花 时尚资源也是一点没落下 此刻 我正站在国内最具影响力 花花奖的颁奖仪式上 接过了主持人递来的奖杯 让我们恭喜 这届最佳女演员 是 玛丽珍 台下是热烈的掌声 我不卑不亢地拿过话筒 感谢所有支持我的粉丝 还有我的所有亲朋好友 我始终相信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离开颁奖典礼以后 我坐在保姆车上 却突然发现 街上有两道熟悉的身影 他们穿着 很是廉价的地摊货 正在怒不可恶地吵着架 唾沫横飞的样子 看得我直恶心 我仔细一听 他俩原来实在因为一个西瓜吵架 丁雨昕 我早跟你说了 我们现在入不敷出 你为什么非得买这个西瓜 郑青 凭什么不能买 就是一个西瓜而已 哦 我差点忘了 他俩因为劣迹 主演的那部大制作电视剧 无法在台网播出 制作方亏太多 很是怨怼 于是需要他俩 按着合同上的违约金 照价赔偿 不过因为拒不赔付 就被直接告上了法庭 本来私下里调解 还能少赔一点 这一下闹到法庭上 直接赔的裤衩都不剩了 多大点事啊 我穿着还没来得及换下的晚礼服 鸟鸟下了保姆车 还装逼地戴了一副墨镜 我把墨镜拿了下来 顺便甩了一下头发 故作夸张道 天哪 这不是我的老同学 丁雨昕还有郑青吗 你们也来买西瓜呀 说完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 将它甩到了他俩中间 别客气 我请你们吃 他俩竟是一言不合地 开始抢起了那一张红色百元大钞 甚至直接在水果店干起了架 而那张一百元 因为太新了 竟是被他们一下子给撕碎了 眼看着战火又要爆发 我贴心地将那两半一百元捡了起来 塞回了自己的包里 随后 直接坐上了保姆车 扬长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